我相信我们一生当中错过了很多机会 一个工作,一个对象,一个学业,一个机会 我们错过了太多,我们要珍惜这个第二次的机会 当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叫我们好回的时候 我们可以重新做人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再犯罪 因为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耶稣是这样寻找我们,一而再,再而生 那个水池旁边有很多病人 耶稣特别找这个人,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 后来耶稣又去圣殿去找这个人 今天耶稣都是在找我们 或者在教堂找你,或者在你的困难的处境里面 耶稣都是要来找你 耶稣为了救我们,是甘愿受人的迫害 在第十六节那里说 所以犹太人迫白耶稣 因为他在安四日做了这事 犹太人为了耶稣治好这个人 不单止没有肯定他,称赞他,还迫害他 耶稣是冒着被人迫害的危险去找这个人 但是耶稣不会因为有危险而不去爱这个人 所以耶稣是爱我们 他愿意去冒受人迫害的危险 后来那些人去问耶稣 为什么你要叫这个人拿起玉子在安息日行路 耶稣的答案就是我们刚读的最后一节 十七节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十八节我们没有读 因为另外一个题目 犹太人就想杀他 耶稣是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 要去帮人 我们会不会呢 我们会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 都要帮那个人 你说帮那个人 帮那个人的病好回 不止这样 耶稣要帮那个人的病好回 帮人的病好回应该是没有人怪你的 但是要帮那个人的灵魂得够 那些人就恨他 要杀他 但是耶稣的爱是愿意 好像保罗所说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身体好是很重要 离开罪恐怕更重要 诗篇103篇那里说 他医治我们的疾病 射灭我们一切的罪业 所以主要爱是这样不放弃的跟随我们 他不单止关心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他更关心我们灵魂的得救 当那些人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耶稣做事的方式 做事的时间 是我们无法去吩咐他 但是他在那里做事 或者有时候我们祈祷所获得的答案 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但是一定有答案 或者神回答我们的时候 不是我们要的时候 但是是更好 更适合的时候 因为耶稣书55章第八卓那里说 他说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好像天高过地一样 神的手段 神的方式 或者我们不了解 不能够掌握 因为神有他自己的主权 但是神是做事的神 虽然人令我们失望 希望他帮忙 结果他没有帮忙 但是提摩太后书那里说 人纵然间是失信 神仍然是可信 当世人都离弃你 你的童工都不要你的时候 其他人都不帮你 很冷漠的时候 神仍然是可信的 诗篇121篇那里说 我们的帮助在哪里来 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神那里来 不是从这个水池 不是从别人 不是从自己 不是说天座人座 不是说self help 我帮自己 这个福音就是 有句话不是圣经 经常有人说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你帮自己 神就帮你了 不是 都是我们的帮助是从神来 所以这段圣经不是鼓励人要有决心 要自强不息 不是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行 人不行 环境不行 要仰望耶稣 因为耶稣作事直到如今 仍然在作事 所以无论我们的环境有多不容易 多不能改变 我们仍然要相信 神有祂的时候 神有祂的方式 有祂的怜悯 这些是不改变的 样东西都会变 世事是无常 人会变 我们自己都会变 变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令我们很失望 很灰心 我们想着就在那里过一世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一辈子 但是耶稣今天这句话 大大的提醒我们 祂对犹大人的回答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 向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有些人说天父是很冷漠的 神是一个很冷漠的 创造了世界就不管了 有得你这个世界自己转 神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不是 耶稣说 我的父做事到如今 从创造天地到今天都是在做事 今天2011年2月13日 神都是在做事 他说我也做事 耶稣是神的儿子 祂要继续做这些事 是要做在我们身上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不应该放弃相信 不应该放弃盼望 我们要不要传愈 或者我们应该停止埋怨 而多些相信主的说话 照着主的说话 凭着相信主的说话 离起来 离行走 最后 这里有一个人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他这样写 他说很多人都失败过 跌倒过 一个是参孙 三神 参孙他很失败 他为了贪恋一个妓女 他双眼被人挖了 他头发被人剃了 失去了神给他的力量 被人用锁链锁住 但是神都是重新给他力量 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敌人 多过他在生的时候 当他悔改 大卫都曾经很软弱 大卫曾经淫人的妻 杀人的夫 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 神都是继续的赐福给他 很多人都曾经遇到困难 约伯 约伯曾经就了自己的生意 希望自己没有出生 因为他太痛苦了 他失去了他的疑虑 失去一切的财产 满身都是病 但是后来神医治好他 耶利米 耶利米见到自己的国家灭亡 见到自己的同胞离弃神 劝他们都不听 耶利米照人来说 是一个很失败的传道人 但是 当耶利米极其痛苦的时候 神都是安慰他 就是七十年之后 你的国家会复兴 以利亚 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 带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离弃偶像 来归向神 但是当皇后说要杀他的时候 他灰心到极点 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逃跑 他跟神卖怨 说我为你这么热心 现在竟然是被人追杀 但是神都是安慰他 继续使用他 还有这个约纳 约纳很失望 对神很失望 因为神竟然要救他的敌人 但是后来 约纳都慢慢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神的爱是超乎人的爱 保罗巴拿巴 就是典型的 牧师和牧师吵架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马可 这个人值不值得栽培 他两个人 两个使徒 竟然是大大的不和 为了这个年轻人 要不要栽培呢 是分道扬标 但我相信 他们后来呢 都是继续给神来使用 他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比特 我们当然知道的三次的不认主 同样的 我们都可能会跌倒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 他们能够再一次的站立 我和你都可以再一次的站立 有人这样说 他说没有所谓是 hopeless 没有希望的情况 只有没有希望的人 如果我们放弃了希望 我们对神放弃了希望 那我们的难处就一直陪伴着我们 这个环境是令人绝望 世人令我们失望 我们自己都令自己失望 但是耶稣叫我们注视他 他告诉你 我作事直到如今 主到今天仍然是做事 天父做事到今天 耶稣照样的做事 当年他在这个环境身上 做奇迷的工作 今天在我们的身上 他一样是一样 这样做奇迷的工作 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都尚未结束 神仍然要做功 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等候着神的作为 向我们显明 不一定照我们所期望的时候 和方式 但是他应许我们 我也作事 主如今仍然是在这儿做功 我们不是每个人有病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我们应该停止去埋怨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眼目注视 在耶稣的身上 只要主说一句话 我们就必定是会康复了 只要主做功 神迹就会来发生 所以让我们紧紧地 捉住主耶稣的应许 就是副作事 到如今 我亦作事 成一作为 尚未结束 不会结束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来祈祷 天父我们多谢你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 不放弃的爱在我们身上 就是虽然我们这么多的软弱失败 但是主当我们愿意停止犯罪 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或者当我们对很多事 很多人对自己都完全失望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耶稣 只有你是永远的可靠 所以我们都愿意放下重担 来到你的面前仰望 求主赐我们信心 求主显明你自己的作为 主要我们盼望你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们都是等候主的作为 向我们显明 求主在今年 在我们各人 在教会身上 你都做你奇美的工作 纪念我们家人 纪念我们的同胞 我们附近的居民 都能够认识你 因为主你告诉我们 你仍然在做你奇美的工作 奉主耶稣的命祷告 阿们